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我今天在外地 我如果在平山呢 我就亲自去了 你来还真不行 你年纪大了 这边又很长一段山路要走 对了 你可得派一个身体强壮的人过来 行行行 那我就派个身体强壮的人去 行 马院长 那就不说了 你忙吧 好的 张院长 有时间咱们再聊 马志勇说吧 两人便把电话挂了 这时候 姚村长走了过来 冲张帆询问 张先生 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呀 没什么想吃的 你看着坐吧 我刚才看水缸里面没水了 我去领水 张帆说吧 姚村长并没有阻拦 毕竟 之前两个人都已经说好了 张帆一边用压水井压水 一边思考着刚才从挖机底下 挖住的那个东西 挖掘机挖的地方 是村子东头 村东头是连接泥瓦镇的地方 而那个境地 就在村子的大溪头 村子的溪头有灵片 东头也有灵片 这灵片难道是遍布了整个村子吗 张帆一边想 一边把屋子里面的水缸给填满 大冬天的 压水井压满了水之后 必须要沉下去 以免冻坏了 张帆刚刚把精水给沉下去 便接到姚村长家的大门 忽然被人推开 一道身影 慌慌张张地闯进了院子里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 之前配合张帆演戏 那个满脸胡缠的男子 张先生 祸事了 祸事了 怎么回事 张帆眉头一皱 同时 他在那满脸胡缠男子的脸上 打亮眼 却并没有发现 他的面相有什么异常的 姚村长也从屋子里面 快步走了出来 满脸担忧地问 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开的山路踏坊了 上面掉下的石头 压在了村民的腿上 听到胡缠男子的话 张帆没有任何的犹豫 迅速便跑出村长家里 胡缠男子和村长紧随其后 虽然姚村长年纪也不小了 但是速度不慢 没几分钟 张帆便跑到了修路的位置 之前 众人正围着一辆蛙机呢 再铲一下 再铲一下 人就应该能出来了 其中一人大喊 之前 蛙机的起重臂狠狠地一动 人群里面传出了一个 石头和蛙机铲子碰撞的声音 一 二 三 拉 人群里再次传出了一声大贺 张帆快步接近了人群里 他看到 那被压到腿的村民 已经从石头下面 被人给拽了出来 不过 子哥村民的双腿浸满了鲜血 腿的几个位置 已经是夸张变形 有些部位 更是露出了森森的白骨 看起来是异常的惨烈 哎呀 这即便是能保住命 这腿也废了呀 是啊 这伤得太重了 村民们纷纷地说着 这时候 一名年轻技术员说道 快 快送医院呢 这血一直流 一会儿会失血过多的呀 我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 站在他旁边的另外一个人 也是大声地说着 此时 张帆与人群已经距离很近了 只听张帆喊了一声 先别打电话 听到张帆的话 众人均是回过头来 把目光投降了张帆 小先生 我知道您在村子里面很有威望 村民们也都听您的 可是 这如果不叫救护车 他会死的呀 那名年轻的技术员望向张帆 如果送医院 等推进手术室里面 他双腿肯定保不住了 而在村子里 能保住他的双腿 文言 年轻技术员看了一眼伤者的双腿 回头望向张帆满脸都是疑惑 他这腿伤得的确很重 送到医院 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但是这里穷乡僻壤 怎么能保住他的双腿啊 15天后 你上他们家看 一定让你看到一个活蹦乱跳的他 张帆正色说 文言 那技术员的脸上充满了疑惑 张帆并没有理会那年轻技术员的怀疑 抱起已经昏迷受伤的村民 直接便钻住人群 他刚刚钻住人群 面见姚村长和胡杀男子 从远处跑了过来 看到村民受伤的腿 姚村长的脸上充满了心疼 张先生 您这要把他送去哪啊 是医院吗 不 去你家 去我家 姚村长愣住了 他实在没想到 张帆说要去他家 他受了这么重的伤 如果不去医院 没人给他医治 他会死的呀 姚村长说吧 那名年轻技术员 也是快步走了过来 我就说嘛 应该尽快送医院呢 这时候 张帆满脸严肃 望向了姚村长 村长 你相信我吗 相信呢 姚村长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便回答 那咱们去你家 我可以保证这村民不会死 而且他的双腿也不会废掉 姚村长听了绿座犹豫 而后 望向张帆郑重地说 好 张先生 那就去我家 张帆的人品 姚村长十分地了解 张帆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村民们好 他相信张帆 是不会骗他的 张帆微微点头 就在张帆要往前面跑的时候 他猛地感到了一股 特殊的气息 他眉头一蹴 下意识 看向脚边的位置 这脚边 正是之前挖出了那 覆盖着灵片东西的大坑 他感受到 刚才那股气息的源头 便是脚下大坑 不过 这气息却是转瞬即时了 张帆看了看 怀中奄奄一息的男子 没再继续逗留和感知气息 继继续快步 朝姚村长的家里面跑 姚村长和胡柴男子 紧紧跟在后面 在姚村长离开之前 他还不忘 盯住工人们 继续干活 回到姚村长家里 张帆直接便把 受伤男子放在了床上 而后 打开了布包 拿出了银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